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叔 又來到愛情Q&A主題啦 今天是莉小姐的來信 我本身是業務員 常去一家咖啡廳遇到了她 她家我LINE 大概可以聊一整天 但她就是都很久才回那種 想說她可能在忙 後來有聊到年紀生日之類的 發現LINE顯示生日 她生日就在周日 可能也是隨便說說要禮物 我也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隔天就去買蛋糕拿去店裡給她 每上班我就給了其他同事轉交 其實我也是出於剛認識新朋友 也沒別的意思 因為其實我有男朋友 剛認識的她生日去了外地 問她跟誰她說自己 但其實我充滿問號 但這幾天都是跟我聊很久 只是都頓頓續續回很慢 後來看了LINE貼文 發現有人跟她說 新手爸爸生日快樂 大概6篇有3篇這樣 開始往FB找尋答案 在她一開始叫我LINE 我有看到大頭貼換掉 原本是抱著小孩的 後來變成個人照 找到她個人FB開始看好友 很剛好的有一個女生抱孩子 點擊去看看留言 看到一張一家三口合照 孩子跟男生根本付制品 變得更肯定了 可能我跟男友在一起太久了 突然有個人跟我一直聊天 讓我起了好奇心 平常沒住在一起 聊天也少 她就是上班下班怎樣 我問她是不是結婚了 她過了很久才會 她裝傻說我結婚 我說看貼文說新手爸爸 她說過年幫表姐照顧小孩 我沒繼續追問 因為我不想被發現我查了很多 哈哈 那之後她的FB把我封鎖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醒了 也許我不想承認 我有點精神出軌了 這期間一直都有聊天 持續兩個月 在這期間其實她都回滿慢的 跟男友在一起 我就會調隱藏經驗 後來她約我吃晚餐 但聊滿久的 後來也有吃午餐 有時候她會要我拍照給她看 或素顏照 後來她說要拍腿 但我沒有 就找了生活照 因為直接拍腿好怪 在下一次她約我喝酒 就去吃飯 在車上喝酒 大白天的也不知道去哪喝 這一次在下車前她親了我 於是我傻住了 但我完全沒有小路論狀之類的 下車之後其實我超暈的 有點不爽的事 我超暈就這樣把我丟下車 這次之後其實我有想過 我不能這樣 後來我其實會故意很久才回她 想說疏遠她 不想做討人宴出軌 給我自己出軌 但她都還是會找我聊天 而且她還蠻會爐的 也可能我不太敢直接拒絕別人 後來有幾天她沒有找我 我也想說沒差 過了兩天後她問我在幹嘛 剛好其實我生病躺在家 就跟她說 結果幾個小時後 她就帶了洋蔥汁來給我 說她剛剛用的 可以治療感冒咳嗽 我直接被感動到 她開車出去繞了一下 她下車買東西 我偷看她的皮夾 看身份證 是有配偶的 我真的確定了 這幾天聊天後來她問了一些比較閒事的問題 問說想要手怎麼辦 我不打 因為我覺得這樣太隐私 話題轉移 只有幾天的聊天 都會掙扎一些話中話的那種 吃掉你之類的 現在我可以理性的說這樣 但當下可能被沖昏頭了 後來我覺得 真的覺得自己不道德 破壞別人 我鼓起勇氣跟她說 我知道你有家事 而且我不想破壞 很不道德 被老婆發現怎麼做 她回答我沒有跟老婆住一起 也沒有跟老婆很好 我說那小孩呢 她說我怎麼可能是她照顧 小孩才四個月其實我充滿疑惑 但因為之前答應要請她看電影 我們再一次的出去 看完電影之後 車上我們發生關係 但我還是沒有小路亂中那種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自己到底喜歡 還是因為新鮮吃雞 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是在玩我還是真的是真心的 後來有一天突然傳了 我們還是要避險之類的訊息 覺得很怪 我還故意問她是不是被發現了 她說沒有 就算被發現了不能怎樣 她又不簽離婚協議書 或許我有一點想要跟她怎麼樣 因為她有車有房有錢 有貼心又溫柔 跟現在男朋友就是差很多 所以直接出軌了 也問自己到底還愛不愛我男友 但是自己回答不出來 因為在一起五年多 真的就是家人的感覺 也沒有什麼新鮮感 有一天做夢 然後夢到身邊的人都叫我跟男朋友分手 我在夢裡很傷心很難過的哭了 醒來是真的在流淚心還很痛的感覺 我的直覺是我真的很愛我男朋友的 她又約我出去了 我也就這樣答應了 但其實我心裡非常掙扎 因為她有一種把我捧在呵護的感覺 在另一個現實面是她已婚有小孩 她是幫我當炮友還是真的喜歡我 就算她是真的喜歡我 但她畢竟已經有個小孩 這真的是我要的嗎 這次出去我們先是看著電影吃了飯 點了一杯水果酒 一直要我喝 吃飯結束其實我頭蠻暈的 我原本以為要回家 結果她就直接把車開到汽車旅館 我真的也無力反抗 就這樣又再一次的 這一次我真的覺得 她好像真的把我當炮友吧 是我真的不知道 後來想想 我真的覺得這樣不太好 就算她真的跟她老婆不好 也或者騙我的 但畢竟她已經結婚又有小孩 我真的不想破壞別人 那個女生這樣真的很可憐 而且我始終相信 你這樣對別人別人就會這樣對你 我也很怕會得到報應 我就跟她說我們不要再聯絡了 這樣不好之類的 之後她就說我決定就好 然後她就沒有密我了 這次說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男生是什麼意思 我也好想知道 也有點不甘心被辭了 一開始我真的不敢放感情 那我真的有點陷進去 其實也有點難過 但是我不想當不道德的人 也不想對不起我男朋友 就算真的已經對不起了 想請你幫我分析分析 謝謝你 我感冒所以聲音怪怪的 我先說我挑故事的標準 第一個是要有足夠的長度 大概超過800字左右 滿足這個條件之後 我會去看內容 但因為這個寫故事的人打太多了 兩三線字 所以我刪除了一點個人情緒化的字眼 因為這故事還是講很長 其實我私訊都會看 但我不會回 除非我看了覺得可以做成影片 我要回你同意給我做成影片嗎 我直接說重點 只要女生跟喜歡的男生拋紙球 對方回答 真的要跟你在一起以外的答案 那就是他還想繼續挑 你不是他的唯一 不管他給的理由多麼好像有道理 進修讀書工作太忙 目前不適合談戀愛 老婆對他不好 都是屁話 他沒有想要改善跟老婆的關係 而是直接從別人身上得到溫暖 我是不予置評啦 我也懶得說了 至於你說他是什麼意思 要幫你分析分析 我竟然跟你說 他就是只是想幹你 就只是他的砲友 那你也就覺得可以從他身上得到溫暖 被他幹也無所謂 也許你會覺得我講話很直接很粗俗很討厭 但我想跟你說 你寫了兩三千字給我 我問你同意讓我做成影片回你嗎 你也同意了 我不是機器人 有溫必達 我要怎麼樣可以劈腿 你就怎樣做怎樣做就能劈腿囉 我要怎麼樣讓對方離開自己的老婆小孩跟我在一起 而且我不一定會嫁給他唷 你就怎樣做怎樣做就可以囉 加油唷 別鬧了好不好 我有自己不認同的東西 我也不會去教到我不認同的東西 就算你花錢買了我課 我也不會教你我不認同的東西 我不會為了一點錢去違背自己內心的原則 我認為一個有自己原則 自己想法的人 並不會讓自己變成這樣的人 你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關係 也知道自己值得遇到這樣好的關係 因為你是有在提升自己、經營自己的 你會選擇的是分手、離開不想要的關係 而不是選擇劈腿去獲取你幻想出來的溫暖 而維持一個要好不好的感情 你從頭到尾都在講 我不想對不起我男友 但你從頭到尾都在做對不起男友的事情 從一開始認識 可能只是網路聊聊、當朋友打嘴砲 我覺得無所謂 但是開始會單獨出去 這邊就該停了 甚至單獨喝酒 真的要停了還去 最後發生關係 好吧你沒救了 之後說可能我想怎麼樣吧 對方有車有房有錢 又貼心又溫柔 但他不是屬於你的溫柔 他的溫柔可以像是到處小便一樣 到處傻 就算有那些又怎樣 這樣的人只會騙你這種只會看表面的人 還以為自己遇到愛 我覺得他的老婆小孩很可憐 我覺得你男友也很可憐 不要講的婚姻不合 是到處亂幹女生的藉口 不要講的自己很可憐 交往五年像家人沒感覺了 沒感覺就分手啊 我以前遇到很愛劈腿的朋友 最常講的就是這句話 我們像家人了沒感覺了 我那時候很年輕還沒體驗過 交往超過一年的感情 所以我也無法說什麼 但是我之後有交往過三年的感情 並不會像是家人啊 我也會遇到很多誘惑啊 也不時有女生釋放出想要約我出去的 明示暗示 我全都不會去接球 密我我就各種斷句 對方雖然很會聊 要約我出去我就說我可以帶我女友去嗎 通常對方遇到我這樣就會不了了之 說沒感覺逼不得已都是屁話 簡單講就是下面癢想要去弄一下 我認為避嫌是基本的尊重 就算我真的沒辦法要跟女生單獨出去談公事 我也都一定會讓我女友知道 我不會委屈自己的感受去跟女友互動 但是我認為安全感的建立和基本的信任維持感情熱度 都是由自身做起的 連自身都做不好 怎麼去讓這感情變好 簡單來說你在互動中跟異性的拿捏 你覺得可以跟另一半說 可以直接說你要跟對方去做這件事情 對方不會生氣傷心 那就代表這件事情是ok的 以不騙對方為前提 你講要跟異性單獨喝酒過夜之類的 你覺得另一半聽到他能接受嗎 你覺得不行那就代表這件事情不能做 尤其當你做這件事情有罪惡感的時候 那就代表自己也不認同這樣的行為 可是你做了 你的人生只有一次 為什麼要把自己變成這樣 好 有想要把你的故事 讓我用影片回答你的話 可以寫到我的粉絲專頁 我有興趣都會問同意讓我做成影片回你嗎 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跟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